今天我们主要谈人理管理的部分 其实谈这个主题的话 有蛮重要的一部分 事实上应该说跟你将来的求职是有关系的 可能你现在还没有到是要做人事管理 但是跟你最直接的一个关系 就是你要毕业后马上面临的就是找工作 要应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知道说企业是怎么样在做人事管理的话 那或许你要到这个职场去应征的时候 你相对会比较容易一点 你该做的一些准备 那下个礼拜的话呢 那我们会去谈跟管理阶层比较有关系的 这个motivation相关的一些理论 那所以我们今天大概就是先谈这个 比较前置作业 怎么样子去做人事管理的一些工作 那通常我们讲人事管理 这个地方我用人力 因为英文的话是human resources 所以应该就是人力资源 那通常我们会把它简称为HR 那所以这个人力资源管理的话呢 那它就会变成这个HRM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那在这个领域里面要做什么事情呢 当然第一个你要先真才 然后再来呢 你要把人留下来 那长远来讲呢 把人留下来之外 你还应该把这个人力的话呢 积极的往上提升 让他更有更多的这个能力 应该说他不会只会做一件事情 而是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那在这个过程 在这个全部的过程里面 你要做哪一些 你要做哪一些事呢 你在留财 你在预财的一个过程里面 当然你的薪资 你的福利是相对重要的 那哪一些人 他应该可以继续的去往上提升 就我们讲这个 可能在绩效考核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应该来做一些搭配 最后我们谈一些相关的一些法规 就是在人力资源管理这上面的 相关的这些法规 那当然这跟你 跟你也是有切身的关系 因为在职场里面的话呢 从最开始的这个 可能相对来讲 都是比较男生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社会 那我们开始要去讲平权 然后开始我们会去讲 比较身心障碍 比较弱势的这些团体 他们也需要有他们的工作权 然后到一直现在社会变化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多元的一个社会的话呢 那整个在观念上 事实上有蛮多的一个变化 所以这些法规 一方面替你自己争取权益 一方面的话呢 那也是我们要去对别人的一个尊重 所以对这些法规的话呢 当然我们需要一些了解 好 那原力资源 human resources 在整个企业生产里面 好我们讲的在整个生产过程里面 有很多资源 包括我们的原物料 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资本 capital 不管它是 它是physical的capital 或者它是financial的capital 这个资本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然后再来就是劳动力 那当然information 还有我们所谓的管理的一个技巧 那这么多资源里面的话呢 大家觉得哪一个是最重要的 钱很重要 当然 可是大家一般都认同的 最重要其实是什么 人 最重要是人 所以在所有的我们讲生产过程里面 所有这些资源的话呢 人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也常常在讲说 台湾的经济发展奇迹 台湾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天然资源 然后可耕地的话呢 面积又很小 我们有五分之三的话呢 都是高山 然后这个河流的话呢 也没有什么航运的这个功能 除了带来破坏以外 从高山急速的冲下来 然后就带来这个 这个土石冲刷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拿来发电呢 好像力量又不是那么的强劲 因为它的稳定度不是很高 所以台湾基本上 金矿有一点点 但是好像也才的差不多 有煤矿好像也有一点点 但是也不是那么的多 都不足以让这个岛上的这个整个 如果充分太多人来居住的时候呢 这个资源是显然是不够的 但是台湾有什么 台湾有的就是人 虽然我们觉得 这个土地上的人口 曾经是相对来讲 觉得这个人口 好像跟土地能够承担的 这个人口比重来讲的话呢 相对是很多 但是因为 我们的教育普及的关系 从我们1949年 国民义务教育开始 把我们的人力的这个技术的话呢 human capital的话呢 就慢慢累积出来 所以这是我们最可贵的一个部分 我们最重要就是 我们还是有足够的一个 一个资源 所以其他国家可以输出什么东西 我们也有人力可以输出 这是人力资源最重要的 这个很重要 在生产部门里面的话呢 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资源 好 那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重要性呢 当然讲在生产过程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如果说这个好的人才留不下来 或者你招聘 招聘不到好的人才 每一次你要去招聘 你要去训练一个人的话呢 那都是一个费用 所以培养了一个人之后他就离职了 当然你就必须还要再 花同样的一个程序再去找另外一个人进来 那这个对这个企业来讲的话 不光是时间上面 当然金钱上面都是很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浪费 所以招到一次就可以招到好的人才 然后把好的人才留下来 这当然就是在这个人力管理上面最重要的 那我们也讲过在组织架构图里面 我们不是把工作分向出来 分了以后我们就会把这个人呢 放到这个适合的位置里面去 所以你把人 怎么样的人适合在哪一个位置 你把他放到一个好的位置 当然他可以花挥他的一个 他真正的这个 他的这个力量 他能够他的专场他能够发挥出来 让整个工作的话呢 是相对是有效率的 所以整个生产力是可以提高 所以这是人事管理里面很重要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你要是才是用 但是你总还是会碰到有一些相对来讲 你已经把譬如说 因为法规的要求 那我们一定要拼一些弱势 或者我们一定相对在这个性别上的话呢 一定要有一定的这个比率 那这些人进来或许 或许 因为法规关系 那我们还是要帮他找到一些位置 那你可能还是要给他一些训练 让他可以在那个位置上的话呢 可以去做 画会一些专场 所以 不管怎么样 对员工 你还是要去做培训的一个工作 那什么样子的一个培训呢 每一个人应该给他什么样的一个训练 这也是在我们这个人 人力资源管理里面的话呢 很重要的 要去做的一个这个项目 所以 又回归到我们 又回归到我们讲 知道这个目标的话呢 当然你要做什么 你要找到适合的人 那你这个优秀的人才 你要不要把他留下来 除了留下来之外的话呢 你当然你要让他有这个可以成长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好 我们说的成长呢 当然你可以讲是在精神层面 也可以讲 在他的专业能力上面的话呢 都能够去帮他成长 所以 这一整页最重要的 你就记住一个观点 对一个企业来讲 什么东西最珍贵 人是最珍贵的 好 而且应该不是普通人 就是那个非常有技术 而且 有向心力 好 我想我要强调是有向心力 好 即使这个人才 他真的是一个人才 但是他一点都不想留在你这个组织里面的话 你花再多的钱 你再花再多的精力 他就是不想留下来 但是在某些时候呢 可能你不用给他很多的这个 金钱上的一个回馈 但是他认同这个企业 他认同这个公司里面的一个主管的话 当然他会非常有心的留下来 好 所以这个 在我们讲人力管理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等一下我们会提到的 所谓在薪资或互利上面 有一些事情不是用金钱就可以衡量出来 你用其他的一个方式 你把这个人力留下来的话呢 可能是比金钱是更加容易 好 好 那我们就进入每一个 每一个这个细项来讨论 好 第一个我们先看真才的一个部分 好 你要去找人嘛 好 好 所以你要找人的时候呢 那我们 我们现在做了一些 现在有个探讨是 这个组织已经存在了 所以组织还没有存在的时候 组织真要刚开始 是在一个新创的时候呢 有人就好 你大概就没得挑吧 好 所以当我们的这个组织 已经是在运作的时候 那我们当然就会有说 我是不是有需要真人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现在谈的 大概都是在一个 已经正常运作的一个情况 好 所以在正常运作的情况 那我们可能 我们一个期间 我们就会觉得说 是不是我们应该 配合业务上面 好 或者是说 有同事 有同事离职了 所以我们也需要有真才的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工作出现 那当我们每一次觉得 有需要真才的时候呢 你不是马上就 把这个真才的资讯的话 马上把它泼出去 你应该要做一个什么事情 你应该先做一下 人力资源的一个盘点 这样的一个工作 就是说 这个规划的工作 还是应该先开始 你应该先看看 我们到底 现在有缺人 但是缺的这个 看到表面上看到这个 缺的这个人的话呢 那是不是同时 我还可以去把 其他相关的这个 职缺的人同时 把它补进来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 所谓人力盘点的 这样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要看一看 最近的 一年 半年 一年 或者是一年半 两年的这个时间之内 我们可能有哪一些 空缺出来 然后我们 这个 攻击的话 这个是需求的部分 那攻击的部分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看 我们是要在 我们自己的一个 内部的话呢 来做 来做 promote 来做提升这样子 还是我们一定要到 外面去征裁 所以 这是我们可以 从供需两面来看 所以需求面的话呢 但你要想 中长期的一个发展目标 到底是什么 所以 在这个需求面的话呢 我们可能会需要 补哪一些人力的人 所以把这个人力呢 相关的这个专长呢 把它列出来 再来的话呢 在攻击面上面的话呢 我们先看看 我们自己内部 先看看我们自己内部 所以 replacement chart的话呢 它有把这个 基本上 就用的组织图的话呢 把那些 把一些我们可能将来 要promote的那个 我们讲组织图的时候 强调的是那一个 所谓的指挥链的一个概念 好 可是到replacement chart 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更强调的 当一个人上去之后 谁能够递补那一个位置 好 就 我们知道 就是说整个组织 基本上它应该是 有点三角形的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好 所以在最基层的人 大概相对比较多 越高层的人数 相对是比较少 好 可是当上面 这个空缺的时候 下面的哪一个人 适合去补那一个位置 好 所以这是replacement chart 主要的一个 好 一个想法 好 有没有里面可以把它补进来 当然另外一个的话呢 配合中长期的一个目标发展 那未来我们会需要哪一方面的专业人力呢 好 我们会需要什么样的一个专业 哪一个特殊的一个专业 那目前来讲 好 那我们同仁之间 大家现在的skill是什么 好 所以这个skill是inventory 这个词用得非常的有趣 一般你想到的存货 好像你就想到原物料啊 生产中的存货啊 或者是成品的存货 但是就人来讲 是不是skill 你的专长 你的这个最擅长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那这个相对也是一个存货 所以你就要去想了 如果有人问你 当你要去印证的时候 你会做什么 你的专长是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人家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的专长是什么 或者你在填履历表的时候 会有很多很多的项目 对不对 专长的项目然后就让你去勾选 然后你都勾哪一个 应该没有一个叫农业经济类 对不对 顶多有一个经济类而已 所以你就去勾经济类 然后经济类下面的话呢 可能又有好多好多的这个选项 可以让你选 然后你会去选哪一个 可能还是没有农业经济 对不对 那你要选哪一个 这好像都没得选是不是 万一那个农业经济 都不出现的时候 是不是你就没得选 所以你真正的专长是什么 你敢不敢很大声的讲 什么是我的专长 没有 这样不是很不行吗 那已经大三了 然后你可能 在一年明年 你就要去应证工作了 虽然你是说一 可是你可能 将来你要去找老师谈的时候 老师大概会问你 你的论文方向 要选哪一个方向 还是会问你一下 甚至你找老师的时候 你还要跟 稍微说我对老师有了解 我知道老师 你的专长是什么 是不是 好所以 专长是一个 你很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 那你真正的专长是什么 你要讲什么 所以 现在很多同学 你都修第二外国语 对不对 除了一般的英文之外 你大概还去修了日文 甚至有些同学 甚至有些同学 我知道去修法语 德语 甚至修西班牙文 很多同学大概都有做这样的一个准备 这是第二 语言上面你有这个专长 那在比较的学术上面呢 经济 管理 会计 统计 这些不都算是你的专长吗 或者你有修比较多的金融的话 你也可以把金融列为你的专长 对不对 这些都是你的专长 那或者你有修比较多的法律的课程的话 你有去修比较多 除了一般的同事 或者是说西上有规定的农业法规之外 你还去修一些法律 那你也可以把法律列为你的专长 就你们这个年纪来讲的话 就你受的教育到你毕业 大学毕业 在专长的勾选上面 当然就是这样子 或者你去修了很多的 你也去修很多的这个 资讯系的课程 你有修了很多的城市语言 你会去 你会去写这个写网页 你会去写一些APP的话 那当然你还有这样的一个专长 这些都是你可以写的 所以通常在这个主题 我讲完以后 我会让同学回去准备一下 你自己的履率 你的Resume 然后你就要把你这些 这些项目的话 去把它整理出来 你过去的工作经验 你的专长 去把你自己也做一下 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 人力的一个盘点 你到底能够提供人家什么 你到底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 你就去想一想 好 当我们经过这个规划 好 我们做人力盘点 在工序上面 我们做了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分析之后呢 当然我们就会把工作呢 把它create出来 就是我们要去交聘的这个工作 我们就把它create出来 好 那这个工作 也就是说当你要去登这个工作的这个广告的时候呢 你必须在这个广告的内容上面 你要去讲工作内容是什么 好 我们叫job description 工作内容是什么 就是这个工作 他一定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再来呢 要做这个工作 你需要什么样的专长 所以这是前面我们刚刚讲的 配合我们中行期的这个目标发展 所以我需要一个什么人 来做什么样的事情 而这个人呢 他需要什么样的skill 他需要什么样的一个专长 所以在每一个工作的这个 征聘的工作里面的话呢 应该要包含这两个部分 当然我们家 我们会讲说 你要提供哪些资料啊 还有这个什么时候开始工作啊 然后这个资料寄到哪里去 当然会有这些资料 但是最重要的一个两部分的话 一定要讲的是工作内容是什么 好 再来就是说需要的专业是什么 那这样子说明的时候 当然我们就可以把一些 不去这个专长的人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 初步的一个筛选 好 那工作内容的重要性在哪里 今天你的这个工作内容 你告诉我是一二三四这五点 可是你让我去做了其他的事情呢 因为当这个公告贴出来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一个契约的一个形式了 好 所以你告诉我要做一二三四五这件事 可是后来你告诉我 还要帮你去做一些私人的工作 那当然就已经什么 超出了这个 原先我们所讲的 所表达意思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话呢 这对于聘你的人来讲 他当然就有违法的一个情形了 好 这是课本的例子 这是这个工作 好我们看到 这个 可能是乔治亚州的这个整个 这个负责以地区来分 好所以他负责乔治亚州 好 但是这个工作的话呢 好我们先给他讲的这个 他是要去负责大学 好护学大学这样子 好然后他上面的主管呢 就是这个regional manager 好 所以可能在这家公司呢 他就把它分为 什么 东南区啊 西北区啊 大西部啊 什么这样子来分区 好 所以他上面呢 就有个区域主管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就开始叙述 这个belief的summary 好就是比较一般性的叙述 这个工作大概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好 然后接下来呢 一定就会有一个很清楚的 很清楚的说明说 好第一个就是做什么事情 第二个做什么事情 第三个做什么事情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主要的这个好 主要的责任 好我们前面讲过 accountability 好就是他应该负责一个责任 就相对给你的权利的话呢 好那你就应该要去承担的一个责任 第一个的话我们看到好 他说你要训练什么 你要supervise 要manager 要train 好就基本上 也就是说基本上你的手下呢 有另外一个呢 是在亚特兰大的这样子的一个销售代表 一个业务代表 好 然后另外呢你还要在这个 在学校区域的话呢 好就负责每个大学里面 可能都还有这个销售代表 好你还要再去 去指导两个 好你要去指导两个 那你要你要做的事情的话呢 好你基本上呢 你要负责要去增加什么 整体的这个全部的这个销售 好就说你指挥的这几 你supervise 或者你要去训练的这些人的话呢 你要帮助他们去增加他们的一个业绩 好 然后你还要第四个 你就是你变成是这个 regional manager 的话呢 你要还要帮助他来做事 好 好因为他是一个coordinator 所以他变成上下 他是处在一个上下 上面要对他的regional manager 的话呢 他要去做一个辅助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好 好那往他的下面的这个cells representative 好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业务代表的话呢 他有这个指导 也有指导训练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义务在 好 好 然后下面的话呢 第五个 他基本上呢 他要跟那个什么 跟这个学校比较高层级的 好跟学校比较高层级的这些主管的话呢 好就是由你来 来负责 好 所以可能到系所去跟老师推销的时候 是那个cells representative 他们来做这样的工作 好所以他们就去瞧瞧老师的研究室 跟老师约时间 然后去把说你看看我们的这本书 看看我们的内容 给我们一些意见 好那看你能不能采用这样子 好 可是如果说这个学校 我们的这个cells representative 可不可以到学校去骚扰老师呢 可不可以到学校里面去做这样的 一一拜访这样的事情呢 这就是你要来做的 好 就你必须变成是公司的一个代表 然后你去负责跟我们 跟台大 跟台科大 跟我们的这个学校的这些相关 好 譬如说可能跟我们的教务处 好 某一个某一个这个组长 或者是要跟我们的这个组长 这个组长的话呢 先跟他做一个沟通 做一个礼貌性的拜访 告诉他 我代表是某一家出版社 好 那我们呢 这个每一个学期 是不是都可以 让我们的业务代表到学校来 里面来拜访不同系所老师 然后推荐我们的书 那甚至呢 是不是我们可以 举办一些活动 让我们的学生也来参加 好 来告诉这个 来介绍我们公司 然后当然也 是不是也有机会 在学校里面的话呢 来这个 来聘请 找到一些适合的这个同学 当我们的工读生之类的 好 所以像这样子 比较高层次的全面性的 涉及学校的这个工作内容的话呢 就由这个coordinator来做 好 那你看到最后 好 knowledge and skill 这地方的话呢 就讲到 你需要什么样的一个专业 好 你需要什么样的专业 所以他说 你必须要展示说 你在过去 好 你看到 你过去呢 一直有从事相关领域的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经验 好 你要列出来 你要列出来说 你过去一直有这方面相关的 这样的一个history 这样的一个历史记录出来 而且他强调是什么 Consistently outstanding sales 对不对 还要这个还蛮卓越的这个 好 这样的一个表现出来 好 所以 其实他下面应该会 还要再讲到 好 这个compensation的一个部分 好 就是你的这个 销售的一个情况的话呢 那我可能 好 好 根据你的表现 好 我会给你的这个 这个 salary 这个compensation的话呢 是会什么 好 所以这是一个很 比较正式完整的一个 工作的一个 这个征聘的一个内容 好 所以一定要讲这个 职称是什么 好 然后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再来的话呢 就会讲说 你需要的工作专业是什么 好 所以 你以后应征工作的时候 事实上 你会期待看到的是像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印证广告 上面要很清楚的说明 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好 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好 所以 好 如果你有看过那个电影 穿着Prada的恶魔的那个电影 有没有 好 那个是当一个秘书的话呢 可能他在工作印证上面 应该讲 他是在办公室里面工作的 所以去帮 去帮这个老板的女儿去拿这个 哈利波特的这个书稿 去帮老板买咖啡 去帮老板送洗 把这个送洗的衣服拿回家去帮他遛狗 这些应该都不是他的工作范围 好 所以这个老板为什么是恶魔 因为他几乎 他觉得你已经把你所有的时间都卖给他 所以他不管在任何时间他要找你 你就是一定要去做事 所以这是他变成恶魔的原因 但是实际上呢 你真正的工作内容就是写在这边 就是你的工作内容 好 所以你把这些工作内容做完之后 其他时间当然就是归你所有 好 他不能够再去叫你做其他的事情 好 好 那在这个真材的一个过程上面 在整个这个环境变动的 这个一直不断变动的情况之下的话呢 好 我们现在大概面对的一些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趋势 好 人力资源的话呢 大概我们会面对的一个 你一定要去面对的趋势就是多元化 diversity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 不管对你来说 你能够适应 你不能适应 你都要去适应他 因为多元化的一个结果 让我们的这个整个企业 好 因为有不同的 来自不同的层面的一个员工的话呢 他会提供不同角度的一个思考 好 所以他对整个企业 好 如果企业也是一个 把它当作一个组织体来看的时候 他有眼睛 他有B菌 好 所以当然他可以提出不同的这个见解出来 好 好 那第二个的话呢 因为不同的员工 所以他对他自己 他所来自的那一个 那一个消费族群的话呢 他当然就有代表性 所以我们要去服务不同的这个消费族群的话呢 当然可以从员工的身上呢 来搜集相关的资料 好 所以简单的 简单的归纳 就是可以提高你的竞争力 好 那一方面当然这是趋势所币 因为我们讲说全球化 所以你会到世界各地去设 去设你的工厂 那你的这个消费市场的话呢 也在世界各地 所以你要对你的消费者 你要有这个全面的一个了解 所以你当然不得不聘不同的这个背景的一个员工 那你也不得不去了解这个不同的一个消费者 好 所以这两个交互影响的结果 你就是要去做你的人力资源多元化 好 你一定要去聘不同的一个员工 那这个所谓的多元化里面的话呢 包括文化上面的多元化 因为你设在不同地方的话 当然他本身就有所谓的这个 不同国籍的人的一个参与 好 所以第一个我们面对的是文化上面的一个多元 好 因为你的人种的不同 或者是因为国籍的一个不同的话呢 好 你在文化上面就先产生这样的一个差异性出来 好 年代出来的话呢 当然是宗教上面的一个差异 好 再来是性别上面的一个差异 好 再来是年龄上面的一个差异 好 那 一般来说我们大概都有规定一个退休年龄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年龄的话呢 我们规定 当我们规定了这个年龄之后的话 好 所以 到底可不可以说 直接表白的 我就是要30岁以下 我就是要40岁以下的这个 我要聘人的时候我就这样讲 那就不可以这样讲对不对 好 你就不能够在你的这个工作上面的话呢 去讲好 所以在年龄上 只要说是65岁 退休的话 那当然你就不能够去讲说 我只要30岁40岁以下的人 其他人我就不要 好 那性别的一个部分的话 像我们政府就会对很多的委员会 好 他就会规范 好 所有的委员会呢 同一个性别的人数不可以少于 那个委员会人数的三分之一 好 所以如果说我们现在有21个人的话 那男生就至少要 不可以少于三分之一 所以要八个 所以女生呢 至少也要八个 那其他的 是什么人 好 没有这样 就不用管了 就没有所谓第三性 你不要去担心说 第三性的问题 他只告诉你说 这是一个最低的门槛 21个人里面的三分之一 所以你至少要有什么 你就超过八个以上的话呢 你就会符合这个要求 好 所以你不需要去填满什么 那所谓的第三性 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 这个是设一个门槛 所以我们在性别上面 做这样的一个保护 好 那 宗教的话呢 好 这个宗教上面的一个尊重 好 所以当然 我们现在工作领域的话呢 不要去讨论太多的这个 宗教上的一个问题 好 可是 比如说我们知道回教徒的话呢 他一天要做五次的礼拜 好 他每天要做五次的一个礼拜 好 所以比较好的工作环境呢 他就会去盖这个 所谓的祈祷室 好 特别对回教徒来讲的话 他当然 他们在很刻苦的情况之下呢 他大概就会地上铺一个 铺一个地毯 然后他就跪下 朝着这个什么 朝着东方 好 就卖家的圣地的那个地方的话呢 去做礼拜 好 可是他们觉得这是很 很隐私的事情 所以他会不需要让人家知道 所以你可以看到 像我们在我们的机场 不是也有这个 祷告室吗 好 我们也去盖这样的祷告室 好 那 一般的工厂 尤其是 像我们现在有 聘越来越多的这个外籍劳工 好 那很多外籍劳工 他印尼马来西亚 他们其实有蛮多是回教徒 所以如果我们要给他们更好的一个工作环境的话 事实上我们应该要给他们这样子的一个 祷告的时间 给他们祷告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好 这就是在这个文化上面多元的一个情况 好 好 那 这个 在 这个文化上面 我们刚刚前面讲说 你的员工来自不同的这个角度的话呢 好 所以他们可能就有不同的 可以让你增加竞争力 好 像大家很喜欢吃的那个什么 多粒汁是不是 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 玉米片是不是 多粒汁 好 他不是有各式各样口味吗 所以 他们当时要进这个中美洲市场的时候 他们就用了一些中美洲员工的这个 就用来自中美洲的员工 然后他们就去开花 中美洲不是什么沙沙酱还是什么酱之类的 好 他们就有那样 就因为那个 这个玉米做的这个 这个玉米片的话呢 本来就是来自中美洲的东西 好 所以他们是把它从中美洲拿出来 然后要向世界各地去推广 当然中美洲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 好 所以他们要去开发那个 那个产品 好 因为一般你在中美洲 你吃那个玉米的那个 好 特地拉的话 大概他会沾上一些酱 好 那他们是很传统的东西 所以 你要把这东西把它弄在你的这个 继承的食品上面 好 你要把它推出来 就你没有了 你没有要互沾浆的话 你自己做大概没问题 可是你没有沾浆 你要把那个味道做出来 所以当然最好的尝试者 就是他们自己的员工 好 所以他就用他们的员工自己来试吃 说 爱上做出来的这个味道呢 是不是跟 实际上你在现场 好 用这个番茄啊 用什么香料去做出来的那个 好 特地拉那个配料的话 那是很接近这样 好 那另外一个例子 好 就是哈雷机车 大家都觉得哈雷机车是很男生 对不对 很阳刚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好 那女生骑不骑呢 女生当然也骑嘛 好 我们讲平权嘛 好 为什么女生就不能骑 你觉得女生这个机车抬不起来嘛 好 好 其实他只要有一个力 他只要一个试就可以了 好 你知道说怎么样子去 像这个像太极一样 好 你借力尺力 好 其实你还是可以扶得起来的 你知道就好 那 所以女生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消费市场 好 所以哈雷机车呢 他后来针对女生去开发 因为他就有一些女性员工 然后就告诉这个主管说 哎 为什么你们都只想到男生 好 你们想到女生是不是也是可以骑 也可以骑哈雷机车 好 然后这个女生想要骑的哈雷机车的话呢 可能可以什么样子 好 所以他们就提出这个想法出来 所以这个哈雷机车的话呢 他就有专门对女生去生产去行销的 这样的一个系列出来 好 那这也不用这也不用怀疑 好 其实很多的汽车不是也开始有特别针对女生做的什么 粉红色的系列吗 然后还贴上什么哈雷机 是不是 好 要做这样子的一个 好 这都是很多可能是来自消费者 或者是来自他内部员工的一个 好 这样子的这个建议 好 好 那在聘人的过程里面 好 我当然讲第一个 Recruiting 好 就是你先把这个公告贴出去之后 开始有人来应征 好 那开始对外公告的这个阶段的话呢 我们就是叫Recruiting 好 接下来当然我们就要Selection 好 我们可能先做初塞 塞完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 好 我们可能就开始 包括什么比试啦 面试啦 好 你也不要以为面试只有一次 好 面试可能蛮多次的 好 然后面试完之后的话呢 你确实就被聘进来了 聘进完之后 大概都会有一个 所谓的新生训练 好 一个这个职场新生训练 这样子的 经过这样的过程 你就会进来 那我们聘人呢 我们可以是外聘 好 所以我们就对外 对外去交开 那现在应该说 网路大概是一个最好的 最容易最快的这个 外聘的一个方式 一个管道吧 以前我们大概就看报纸 好 那或者是老师推荐一下 好 老师就说我真的是某某人 说需要找人 同学里面有没有 谁有兴趣去的 用这样来发布 那现在大家同学 你们都主动的话呢 去上这个网路平台 什么104啊 11啊 123 对不对 或者你们会去上那个 LinkedIn LinkedIn是不是 好 去上这个国际的这个 比较国际化的这个平台的话呢 把你登录在那个地方 好 那有一些这个 比较属于这个特殊行业的 像有一个叫什么 Super User Do的那个网站的话呢 他就专门就是去帮助这个 写这个软体的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这个 这个市场的话呢 去做媒合 好 这是外聘 好 然后再来就属于内生 好 就自己我们在 我们自己内部的话呢 就去提拔我们自己的员工 所以 这两个同时存在的一个原因 有时候这是一个激励的效果嘛 Promotion 好 我们讲说 我不见得是在薪资上面的话呢 拿到一些 不光是薪水 好 或者是一个 职称的一个改变 好 我从这个一般的劳工 然后我晋升到管理阶层 即使变成是一个公投的话 都觉得这是对我的一个肯定 所以内生是 不光是说 我们自己一路培养上来的人 他的这个专业能力相对是比较扎实之外 当然更重要的 他是有一个宣示的效果 对我们的员工 他是可以有激励 好 产生激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那 在征聘过程 我们当然第一个看的是 看履历 是不是 看履历的话呢 我们当然先来决定 这个适合不适合 好 好 再进来 那甚至我们还会用考试的方式 好 还是用考试的一个方式的话呢 先确定 好 比如说我可以先做自立测验 对不对 那我也可以先做什么 性向测验 好 我可以先做性向测验 看看应征者 他的性向呢 是不是符合我们这个工作 比如说在服务业 我们需要比较乐观开朗的人 那是不是性向 你确实适合 好 所以你表面看起来不太小 可是你的个性呢 其实是比较闷骚一点 好 所以一向测验就可以把你测出来 好 所以 通常在这个 面试的时候 或者之前的话呢 会先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 好 那 那 这里面我们 没有办法去深谈的 在面试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样准备 还有面试完以后呢 面试完以后 好 或许 你在 我们大学 在大学推证的时候 或者研究所推证的时候 你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 好 学校老师也告诉你很多 你要怎么样准备 你的资料 然后你进来面试的时候 你应该 你的态度 要从容啊 回答要怎么样子 是不是 那 好 在这边职场上面 好 就给大家一个建议 好 就是当你 接受这个interview完之后呢 好 你可以再写一个很有礼貌的信呢 给这个 你的这个面试官 好 这个主事的人呢 告诉他 谢谢他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 好 然后这个 那甚至你说 啊 今天的这个面试里面 特别在什么地方 你学习到非常的多 好 那真的也希望说 以后是有机会 好 可以到这个公司来服务这样子 就是一个所谓的follow up 事后再多做的一个步骤 你让人家觉得你非常的有礼貌 你做的也非常的一个完整 所以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接触的话呢 并不会去破坏 当时他们决定的这个 要不要聘你的这样的一个公正性 但是 如果你没有被接受的话 至少他会记得你 你曾经是非常有礼貌 然后你是思想非常的 你的表达能力啊 你的思考啊 什么都非常的周延 好 所以如果他的有新的工作 或许他对你的印象 就会蛮深刻 好 所以给大家这个建议 你要记得好 当你去面试以后呢 你就做一个这样子 一个follow up 这样的一个动作 好 那有时候 这个可能履历上面 会说你要写一个推荐人 好 不见得要你的推荐信 但是他要你一个推荐人 好 然后也就是说 他会告诉你说 你只要告诉我这个推荐人 然后有电话 我到时候有需要的话呢 我就会可以跟他联络 所以你还记得这个 穿着Prada的恶魔 他不是讲最后吗 他不是去应征这个报纸 或什么杂志的工作的时候 他的这个 他这个女生他就被 就被录取的时候 然后这个主管告诉他说 你知道吗 你那个前主管 Miranda呢 他说如果不聘你的话呢 他说你是一个很糟糕很难用的人 但是不聘你的话呢 那就是一个最大的错误 好 所以前面那一段呢 当然就是他个人的这个 一向的态度的表现 可是真的重要是什么 如果不用你的话 那就是一个最大的失误 好 所以这个推荐人 因为你前面花那么多努力的 去跟这个 跟这个恶魔相处 好 其实他也把你训练出来 你大概是任何的情况 你都可以去处理 好 所以找到一个恶魔的老板 事实上当然是非常的辛苦 可是呢 最后他会变成是什么 你很好的推荐人 如果他愿意推荐你的话 好 所以如果Miranda 他只讲前面 这个人是很糟糕的 不能用的 那这就是一个很不好的推荐 你大概就没机会了 好 可是他后面那句话呢 不用就非常可惜 好 所以那句话是强而有力的一个推荐 所以你要去找推荐人的时候 你要去说 某某老师 你可不可以当我的推荐人 好 你要告诉这个老师说呢 好 老师你可不可以 我要去应征什么工作 你可不可以当我的推荐人 好 好 所以我如果真的要推荐你的话呢 我当然是毫无保留的推荐 好 即使你是要不怎么好 但是我还是要讲你非常非常的好 好 我一定要找几件事情 把你说得非常的好 这样子 所以推荐人不能够乱找 好 你不能够乱找一本随便找推荐人 你要告诉他 你很确定的知道说 这个人 这个推荐人 他会帮你说好话 好 他一定会帮你说好话 不说好话呢 他也不要说你不好 他只是没有说你好 好 那你就比不上人家了 好 所以你要记得 好 你一定要记得 找推荐人是非常重要 好 可是你要避开你的什么 你倒不能找自己的同学啊 找爸爸妈妈来当推荐人 好 通常推荐人我们要找那个 好 即等 就是不相干的这个才可以 好 可是他一定要告诉你 你要得到他的承诺说 对 他会给你写非常好 非常好的推荐 推荐信 或者他会帮你讲非常好的话 好 好 那当一个职场新鲜人的话呢 好 这个地方 所有的公司进去 好 我们刚刚讲安妮去公司的相信力嘛 好 所以很多公司事实上有他们自己的这个 这个训练 好 好 你可以看到像日本的职场 他们有些要去爬 爬富士山 好 那有一个 好 之前的这个新闻上流传的 好 有一个公司他的这个 好 他们大概是保险业吧 好 所以他们的职场训练呢 他们就把这个 不认识 刚进来的同仁 他们就把他随便分组 然后就叫他们出去 好 就告诉他们说呢 你们要到什么地方去 你自己想办法去 也没钱也没车 什么都没有 自己想办法去 然后在下午三点回来 就影片就出去 好 就把你们两个分组分组分好了 影片就出去 好 去到那边的话呢 然后就在几点钟回来 这样子 好 训练什么 训练胆量跟机制 然后还有训练大家的什么 合作 好 两个不认识的人 那你们两个如何一起 把这个 把这个工作把它做完 好 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好 用这样子来进行 好 这个就是新生训练 每一个企业的话呢 大概会去用他们自己的方式 好 好 那在留财的部分的话呢 当然 第一个我们先看劳资关系 好 这个 这个资方 他是怎么在对待劳方的 好 会不会说 这个 到了工作前一天才告诉你 明天停飞 好 然后公司要解散了 好 会不会是这样子 还是说 事前已经跟你们讲好 或者已经帮你们 都帮你们串戒好了 好 就老板先去跟华航 好 跟这个长荣都先说 好 好 我们这边有多少祭司 好 可不可以帮我们接收一下 然后我们有多少的这个空湖人员 好 资历怎么样子 好 都先帮你们传出去之后 然后才告诉大家说 对不起 公司真的很困难 好 所以我们要结束了这样 好 所以这是劳资关系的一个部分 好 所以为什么很多的公司跑出来 员工要跑出来抗议 劳资关系非常的不好 好 那第二个我们当然讲最务实的 就是这个 金钱回馈的部分 好 其实 就是 在这个英文里面 好 他会讲这个叫 compensation 好 这叫compensation 好 所以是这个 薪资的部分的话呢 会用compensation来表示 那另外一个非金钱方面的话呢 就叫benefit 好 就用福利来呈现 好 所以compensation呢 这是很客气的话 好 所以 其实我知道你对公司也很尽心尽力 好 你也付出很多 那我其实我没有办法呢 百分之百的回馈你 你付一分的利 然后我就给你同样对等的一个价钱 我只有给你什么 compensation 就是compensation 补偿 对不对 如果我们翻译的话叫补偿 所以 我只是一丝一丝的 给你这样子 就有点这样的意思 用compensation 这样的话 所以 你心理上你当然就要了解了 所以我给你的只有什么 小小的补偿而已 所以你也不要期待太高 对不对 compensation 好 那但是 这是属于金钱面的 那一般来讲 如果说 叫wage的话呢 就是它是用这个 用时间来计算的 那就叫 就是用wage 通常我们都会 经济学上把它叫工资 那就是 基本上它是用小时来计算 那如果说用一个礼拜来算 一个月来算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叫cellary 就是它是固定的 固定的这个时间来算 那如果说 我们是 用你的这个 用你的这个 业绩来计算的话呢 那我们就会叫commission 就是说 从我帮你服务的那个 那个费用里面 来算比率的话呢 那我们会叫用金commission 那如果说是 这个整个公司的这个 营业额来算的时候呢 我们会叫奖励金 incentive payment 就是 公司最后盈余的这个比率 这样子来计算 那 那这个薪水增加的时候呢 如果大家一起增加 我们会说 这是一个lump sum salary 的一个increase 那像这个 会计师啊 或者律师 他们啊 就在美国的话 因为他们都会说 你表现很好的时候 我会邀请你 就变成是我的合伙人 变成合伙人的时候呢 那这个时候 我们会变成 最后是利润大家来分享 所以那时候的薪水的话呢 就会变成是 整个最后企业的这个 净利的话呢 就有几个主要的合伙人的话呢 大家来 来这个 来share 这样子 这是 这个 这个 不同的名词 对应的 好 那我们看这个薪水 薪水有没有 好 英文叫compensation嘛 中文就叫薪水 对不对 好 薪是什么 薪是柴火的意思 对不对 好 那个木材 那水呢 就水嘛 所以薪水是什么意思 叫你去买木头回家烧开水喝 所以一样 所以薪水薪水 薪水也没有说 要给你很多的回馈 对不对 叫你去买木材 跟买水回家 煮一煮 烧开了喝就好了 所以还没有让你去买米 所以他不叫做什么 他不叫米水对不对 他叫薪水 所以只是买这个柴火这样子 所以 其实你可以看到 这个用词的话 或许都比较站在这个 资方的角度 所以他都没有告诉你说 我要怎么样 百分百回馈你的意思 都会比较 其实就是真的是compensation 的概念而已 好 我一直都有放这一页 这是大家很喜欢去考高考 对不对 好 尤其是研究所 好 你可以看到研究所考试的 这边没有讲到 如果学历上面会有加分 好 一般这是 就是一般的 你去考高考 大学毕业 其实高中毕业就可以考 那个 考普通考试了 好 那初等的话 大概高中也可以去考 好 那你去考 你的起薪的话呢 好 在全区上面的话呢 就是从委任开始算 好 那公务人员都有一个 所谓叫本凤 好 就本凤 那本凤的话呢就是 你后面对照的那个 所谓凤额的那一个部分 本凤的部分 它就会写说 你是330点 350点 多少点加 然后再根据这个 物价波动的话 把它乘上去 就会得到那个凤额 好 然后再来就是专业 好 看你是在 你如果有主管 就还有一个主管加级 然后你是属于哪一个 特别专业的话呢 就给你一个专业加级 这样子 好 所以像我们老师的话呢 我们有一个所谓本凤 好 虽然不是真的公务人员 但是我们大概还是类似 好 类似像这个公务人员的 这样的一个续心 好 所以我们在助理教授的时候 一样有一个本凤 大概是多少星点 然后到副教授的时候 大概还是有一个星点 到郑教授的时候呢 好 就只到郑教授 大概升个几个等级 就没有了 好 我们最高等级就是770点 好 也就是说你到770点之后 大概就不会再升了 好 因为那已经是天花板了 好 那我们的专业加级呢 就要学术加级 好 所以在老师的薪水里面 好 在国立大学老师的薪水 我们也是有一个所谓 本凤的那个部分 然后我们一个专业加级 好 就是好 教授的专业加级 副教授的专业加级 大概这样子 那如果我们在兼行政主管 我们就会再加一个主管加级 好 就这样子在计算的 好 那这是公务人员 好 所以你可以看如果说你是高考 你是高考 几个的话呢 好 在那个值等上面 好 我们就从最低的那个 委任 建任 好 然后检任 然后到特任 是不是 大概就这几个 好 那所以 我们老师是没有分这个值等 好 公务人员的话呢 就会这样分 好 所以是不是真的当公务人员 比较好一些 好 都读书 还是有报酬 是不是 好 景气不好的时候 公务人员当然不错 可是如果说景气好的时候呢 民间企业 刚刚你记得 我们前面有讲 像这个Commission 或者是他有这个Incentive的这个 有这样的一个 的这个 奖励金的话呢 Incentive Payment的时候 好 特别在金融业的话呢 他们每一季 这个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 股票他们中间 这个 经营的一个绩效的话呢 可能每一季都可以再发这个绩效奖金的 好 那Benefit的一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讲福利他就是 不是金钱的部分 好 那大概就是给你 给你假期 好 有薪假 不是无薪假 给你有薪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所以 好 譬如说 可以几天的这个病假 好 那或者是 就是你可以去休假 那不需要 不会扣薪水的那一种 好 那这个 有薪的病假 譬如说几天 那超过几天之后 你在生病的话呢 可能就会扣你的薪水这样 好 这是有薪假 那 下面这边标示的产假 赔产假 混假 这个都是国内呢 所谓有薪假的部分 好 就是你可以合理的勤 好 就是 这不是 薪水 好 就是说你请这个假呢 不会去扣你的薪水这样 好 那另外 譬如说 其他给你保险 好 给你这个健康保险啊 给你失能保险啊 像这些 那美国的话呢 那美国基本 他原来没有这个 所谓的全民健保这样的概念 所以美国看医生 其实是蛮贵的 那所以他比较好的一个福利的话呢 就是提供给员工呢 就是健康保险 好 那可是美国的健康保险呢 是不看牙齿的 美国牙医比较特殊 所以他有时候特别强调 我们的健康保险包括什么 看牙医 那个就比较好的健康保险 好 那譬如说托儿 就是做了一个这个 员工这个 在工作的这个领域里面呢 有一个托儿所 甚至有育婴室 妈妈工作到一半的话呢 还可以跑去 哺乳这样子 好 这是属于福利的部分 然后这个 父母的话呢 可以比较放心 所以现在包括呢 是可以带狗来 对不对 带宠物来 因为你宠物放在家里 也不太放心 所以带宠物也可以带来 好 不光带小孩 床物也可以带来 好 所以比较谈性的工作环境 像大家知道Google Google的这个工作环境里面的话呢 这个好像 每200英尺的话 他就会有一个小厨房 肚子饿的时候就走过去 然后就去 就可以自己啊 弄个什么小点心吃这样子 然后他一个24小时的这个 有24小时吗 反正他就有一个厨房 真正的大厨房 那就公餐 然后就是 这个brunch 或者是这个 这个afternoon tea的话呢 都可以 就有这些 他就有这些狐狸 然后他会告诉你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 整个厂区里面的话呢 还有一个菜谱 他是有机菜谱 厨师说 我是从那边摘出来的菜 所以你放心吃 我们吃的是有机的蔬菜 还自己种的 那也可以是工作时间有弹性 比如说同一个工作呢 有两个人来分摊 或者你可以把你自己的工作时间压缩 我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三 那我每天上12个小时 那我礼拜四 礼拜五 后面几天我同休假 这是compress work 这个work week 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就是把我的时间通缉 Tater commuting呢 我就在家里视讯就好了 就不用上班 就在家里视讯这样子 这些都是属于非福利的部分 好 那这个问题呢 就让你想一想 如果让你来找工作的时候 你觉得哪个东西 对你最有激励效果 刚刚的这么多项目 你觉得什么对你最有用 你自己想一想 这是在以后你interview的时候 你可以去 你要去跟人家谈条件 好 那再直训练 刚刚我们讲的是这个 所谓的这个新生训练嘛 只是刚刚你讲说 我们公司的一个情况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要开始提升你 对不对 我们说要开始浴才 要提升你的话呢 一些在专业上面 譬如说simulation 这个可能 譬如说飞行员 他一定有做这个simulation 他会在那个 那个模拟的驾驶场里面 一直要试飞多少小时之后 他才可以真的飞出去 那像医生的话呢 他有这个大体 可以让他们去做这个解剖 可是他有很多的 他有很多的这个实验的话呢 当然还是要用simulation的方式来进行 或者不断的举行这个conference 或semina 像医学院的话 其实也经常有 或者是用角色扮演的一个方式 让你尝试 如果不同角色的时候 那这种在直训练 不见得是专业上面而已 有时候像情绪管理的这种的话呢 都可以包括在里面 或者让你自己去上这个课程 E-learning的一个课程 最后我加黑的这个地方 这是可能在技巧上面的一个训练的话 我们都可以走训练 可是如果今天我要帮你升级 我帮你从一般的蓝领阶级 我要帮你promote到变成是一个管理阶级的时候 我要不要给你训练 所以我们会强调特别的management development program 所以当你要被promote到比较高的管理阶层的时候 事实上还有这样的特别的一个训练课程 是有这样的训练课程 所以我们看 在国民党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他们就有一个什么中山实践研究院或什么院的 就是他们培训他们文官系统 所以他们就会筛选一些人 他要把他升级的时候呢 他就会伸化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民进党呢叫做什么 凯达格兰大 凯达格兰学校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送这几个人到里面去受训这样子 就基本上我要去promote你 我要把你升到这个比较高的管理阶层的时候呢 我们会做这样子的一个 做这样一个考量 好 那下一个是讲到这个绩效评估考量 因为你所有的表现的话呢 其实刚刚我们讲到incentive payment 这个部分的话呢 某种程度也要跟你的绩效做连结 所以我们常常说有年终奖金有绩效奖金 对公务人员来讲的话 那个年终奖金是固定的 譬如说1.5个月 可是后来有人觉得这样好像很不公平 你做得好不好都给你1.5个月 所以开始要去改变说 是不是我们应该跟绩效做连结 那所以这个公务人员去 除了年终奖金之外呢 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绩效奖金 就是绩效如果是假等 他就可以多发几个月 1等的话花几个月这样子 那一般企业大概就是 所谓的绩效奖金 就是他把年终奖金跟绩效奖金 是把它结合在一起这样子 那公务人员就比较特殊 他专门就有一个这个年终奖金 但是如果说大家都一样 我不用太努力 大家都领要多的钱的话呢 当然这个奖金它的意义就不存在了 所以我们在做绩效考核的时候 你要先很清楚的先设一个标准 当然什么样的标准 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奖励 这应该是很清楚的 有奖励的同时是不是应该也要有惩罚 他应该有惩罚 这两个奖程应该是一个对立的 所以如果做错事情的 没有惩罚的话 那其实是所有 没做错事人的一个惩罚 不是吗 那告诉大家说 那我做错事没关系 反正不会怎么样嘛 不会被惩罚 所以这个绩效考核的过程里面 是要很清楚的 很清楚的确立这个标准 那更重要的是考核的结果是要回馈的 同学大概不太能够忍受 你的作业写完之后 老师都不回应 也不管你写的对不对 当然你不需要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一样考季的话呢 你说你给我 给我这个一等的考季 为什么 你是不是要给我一个理由 好 一定要给一个理由 所以其实绩效考核的目标 不是说要把人fire掉 不是说把大家都打成平等 然后就让你走路 不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它更多的目的 我们讲它跟育才 跟培育这个人才在一起 所以我跟你考核的过程里面 我希望告诉你的 我帮你找到你的问题 为什么你的工作的绩效不是那么好 你的表现不是那么好 我看到什么样原因了 我要告诉你 所以在所有的考核项目里面 你哪一项特别弱 你的跟同事相处的这个过程里面 你的沟通协调能力不是很好 所以你就创造一些问题分针出来 所以我希望你改善是那个地方 回馈 所以你希望看到是那个回馈 好 好 那这个我们不太想看到的 资钱 对不对 Terminate 那你要知道 就说有些时候这个资钱是不得不的情况 是因为公司经营不散了 所以你就不得不要去资钱员工 可是有些时候呢 是因为这个员工的表现不好 因为员工的表现不好 所以你就必须 所以第一个情况 当时还是公司缩减规模 所以我当然就是要资钱 但是资钱要资钱谁呢 对不对 资钱要资钱谁 如果是这个部门关掉 那当然这个部门就是 他们就被资钱掉 可是这个部门里面相对还不错的人力 可以被放到其他部门去 我是不是还是会把它留下来 所以你不要被资钱的话呢 是不是你应该要有一些核心能力 你有一些核心能力 我可以证明我可以到其他部门去 我还是可以做很好 那你可能就不会是资钱的对象 好 那第二个部分我们看到 真的是表现很差的 表现很差的 那当然我就必须要把你资钱掉 或者你违反了一些规定 公司有一些很清楚的规定 说如果你怎么样怎么样的话呢 那我当然就不能把你留下来 我就要把你资钱掉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员工可以自己要求离职 对不对 那对企业来讲 对企业来讲 employment at will 所以对企业主来讲 他当然也可以资钱员工 这是同等的权利 你不要忘记了 这是同等的权利 所以你表现不好 所以公司如果很清楚讲 连续两个饼 你就是要被资钱 那你没有话讲 这是一开始在那个契约上 可能就说明的 或者违反某一些工 违反某一些的这个 这个 policy的话呢 你就是要被资钱 那这个你没有话讲 但是有些工作是绝对不能够资钱 也就是说你不能用歧视性的方式资钱 好 你不能讲说 因为他的年纪怎么样 因为他是女生 或什么 用这种理由来资钱你 或者因为你去检举了 你做内部检举 你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不能用这样子来资钱你 好 就不能够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好 或者因为你去罢工 好 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我就要把你这个资钱掉 好 这些是不可以的 但是其他的事先讲明的话呢 好 你就是可 这个企业组是可以的 好 所以这个是相对的 好 这是在劳动专方是相对的 但是公司要做这件事情 之前有很清楚的要做什么 所有的事情 这些所有的规定 必须在事前就讲好 大家都知道清楚的告知 要清楚告知 好 所以不能够说今天你被资钱了 然后理由呢 事后才拜一个理由出来跟你讲说 因为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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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才把你资钱掉 是不可以 一定要事前 大家都很清楚的情况 这公司才不违法 好 所以如果公司违反的话呢 当然就是我们的这个劳动部的话呢 好 我们的劳工局就可以去跟他检举 好 好 那相对于刚刚是之前 那这个是退休 好 那退休当然有所谓借零退休了 好 你也可以提前退休 譬如说我们的这个 劳退制度上面 你只要工作55岁啊 或者工作期间15年 或25年的话呢 你就可以申请退休 好 所以那个就是一个借零退休 那个就是 就服务年之到的一个退休 或者我们公务人员就是65岁 那就是一个借零退休的一个情况 好 那另外一种方式的话呢 就是优退 好 就是buyout的一个情况 好 这跟前面刚刚我们讲的 譬如说公司要down size的时候 如果不是因为景气不好要去down size 好 公司要做一个整病的话 他可以做的是用优退的一个方式 让员工自己主动提出来 好 所以不是公司把他fire掉 是员工自己提出来 好 员工自己提出来说 我要退休 我要提早办 我的这个年资把它结清这样子 好 这叫优退 就是有一个比较好 就是你的工作年资 其实已经可以申请退休了 你工作15年 最低门槛达到了 可是你还想继续工作下去 那其实我不太需要这样的人了 那我就用 给你比较好的退休的一个制度 帮你的退休性 多加几个月份这样给你 让你去退休 让你还可以去找另外一个工作来做 好 这叫优退 那这个优退的话呢 Walk By Out 或者叫Golden Parish 通常我们都会说 那是那个高阶的CEO的话呢 他们就有这个黄金降落伞 他们就有这个黄金降落伞 所以他做的不是很好 但是呢 他就带着他黄金降落伞 平安的降落 黄金降落伞应该不会平安吧 因为很重 比较重 所以可能还是会重摔 所以为什么叫黄金降落伞呢 就是要给他优退 因为原来我们请他来 因为他很优秀 对不对 他曾经拯救了什么公司 所以他过去表现得很好 我们把他重金礼聘来 礼聘来之后呢 表现得不是很好 你还要继续把他留下来吗 因为是重金礼聘 第一年已经钱花下去了 没看到绩效 第二年呢 也看到花了一半了 他还是没什么绩效 你要继续把他留三年吗 当然不需要 好 所以我们当时就有这样子说 如果你表现不好 我要请你走的时候 我给你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个部分 特别给你的这个优退的部分 就叫黄金降落伞 所以你会觉得不公平呢 为什么我们把这样子的人请来 然后要让他走的时候呢 在这边留下一个烂摊子 要走的时候 还要给他 还要给他这个很多的什么东西 把他送走 因为请神容易送神难 不是吗 所以如果没有很好的这个降落伞 让他走的话呢 他大概也不想走 他要待到这个什么 待到期限到的时候 他才要走 所以这是黄金降落伞的一个原因 但是这也是一个公司 你在处理劳资关系的时候 我们刚才讲劳资关系 你可以用很粗鲁的 你用什么 之前的方式 还是说你可以用什么 用退的方式 让你的员工 让那些已经到了 可以退休的这个员工的话呢 让他们离开 好